在沙尔克主场1比6不敌莱比西的比赛中 22岁日本中场上月壮一郎打进了德加手球 沙尔克在上半场变0比4落后 下半场 上月壮一郎坚硬阴队友弗雷的直传球 半转身领球突破两位后卫的包夹 突入禁区单队单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圆角破门 帮助沙尔克扳回一城 将比分改写为1比4 上月壮一郎出自京都不死鸟清训 在2022年1月份 以自由深加盟德国地区联赛球队渡轮 半年后被沙尔克二队免签 在东西西回来后 上月壮一郎刚被提拔上一线队 他在上一轮客场0比3不敌法兰克福的比赛中 首发登场完成首秀 本轮主场面对莱比西只是他的得甲第二次出场 但从他的连亭带过和最后单刀球打门这一系列的处理来看 并不像一个菜鸟球员 这个赛季 在德甲赛场上能看到不少日本球员的身影 除了上月壮一郎之外 唐安律 远藤行和连田大帝都取得了德甲进球 其中进球最多的是打进7球的连田大帝 前野拓抹本赛季德甲7场0球 不过在德国杯上有一球进账 而远口元器各项赛事17场0球 板仓皇 各项赛事17场8场0球 伊藤杨辉 各项赛事17 场17场0球 场谷不成 各项赛事17场9场0球 以及吉田蚂蚁各项赛事17场17场0球 本赛季仍然没能取得赛季手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